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邦门开 肯定台湾是美食的天堂 台湾的美食有国际的美食 也有在地的美食 国际的美食包括日本的料理 韩国的料理 越南的料理 甚至印度料理 泰国料理 那還有包括法國料理、德國料理、西班牙的料理 差不多國際上知名的國際料理在台灣都吃得到 那台灣在地的料理也從大江南北到台灣在地 所有的美食通通都有 你要吃廣東菜、上海菜、湖州菜 什麼料理、什麼菜通通都有 然後呢台灣各縣市的美食比比皆是 所以台灣人是非常有骨氣 我們除了這個美食的材料 我們農民辛苦耕作 也不斷地改良品質非常好以外 我們冠軍級的這個廚師啊 越來越多 因為大家很多年輕人 把這個從事美食工作當作是一生的志業 所以也不斷地在精進自己的烹調的技術 所以台灣人民是非常幸福的 生活在這個國度裡面 要吃什麼就有什麼 但是呢國際的美食跟在地的美食還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吃在地的美食多一份味道 什麼味道呢 就是文化的滋味 台灣人非常熱愛旅遊 台灣人互愛美食 而且愛吃好料 就像美食家布希亞所說的 You are what you eat 每個食材都是這個土地珍貴的故事 那不只是每個食材 而且這些相處的幸福時光裡面 其實都是台灣重要的文化資產 來自世界的各個旅人來到台灣 他們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美食 就是來自 那麼這樣的一個力量 讓我們在今天的策展 我們找到了這個來自產地的生產者 廚藝精湛的廚師 以及在世界各地征戰 拿到金牌的冠軍食材 我們一次呈現台灣那麼樣的美好 這次的策展 我們也強調人跟環境的永續 我們推動其實 而且講求環保 我們希望來參展的朋友 不只是一次慶的美食 不是來吃盛宴而已 而是享受跟這塊土地的文化交流 我們現在台灣的選手 在奧運 在努力的征戰 台灣的美食 其實這個美食展的場域 就好像美食的這樣的奧運賽場 所以今天我們有非常多來自台灣各地方 從海邊到山上 有各種不同的食材 有各種不同的廚師 有各種不同的料理 都來到這個地方 總共我們這裡有集結了上百家的餐廳 有不同的各種的小吃店 還有BB燈的推薦的非常厲害的餐廳 當然還有日本、台灣、越南等地的美食 那麼我們在這個地方一定可以買到很好的新鮮的食材 台南市長黃偉哲也率領台南在地店家 北上行銷台南美食 黃偉哲大口吃著芝麻醬賣芽病 邀請大家來逛台南館 知名美食、班首例、文創周邊都找得到 可以看到今天台灣美食展就像這個華山論劍一樣 大家都使盡吃奶的力氣 各散盛場 但是台南作為美食是完全是絲毫不讓的 不管是我們比比登 這個米其林入選跟比比登總共有63家 加起來一天如果三餐都吃米其林概念的美食 我們要吃21天才吃得完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許多非常非常好吃 剛剛總統也特別行銷推薦的台南牛肉湯 還有傳統的許多台南的美食都在歡迎大家 不僅好吃好逛好玩 不僅還有美食還有許多農特產品都歡迎大家 所以來台南保證指揮票價歡迎來台南 台灣美食館即日起到8月5號 在台北世貿易館展出 四大展區金牌特務 探索台味 異國美食和一名驚人 匯聚台灣新鮮食材 美味料理 金牌廚師 冠軍伴手禮 豐富精彩內容邀請大家一站式品嘗美食 聽講座 看表演 玩體驗 買好康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請啟動 掌聲鼓勵 安心台北長者無愛 在台北市政府副秘書長林哲鴻 產業發展局長陳俊安 衛生局長陳燕源 勞動局長高寶華等人共同啟動下 高齡健康產業博覽會台北主題館熱鬧登場 展區以安心台北長者無愛為主題 呈現健康與醫療 無障礙暢行 敬老與清老 觀光旅遊及產業創新等五大議題 那就叫我們五大的領域 從健康跟醫療還有敬老跟清老 還有無暢行的這樣交通的一個路線 還有說觀光旅遊 還有所謂的產業的創新等五個面向 來告訴這個我們社會大眾說台北市在這方面的努力 那我們希望引起更多的企業 還有機構能夠投入在這個領域裡面 來讓我們高齡的這樣的一個生活品質能夠更提升 現場也展出多項北市府執行成果 包括廣池住宿長照機構的一氧合一照顧模式 中高齡友善企業認證 及借近新加坡的交通友善區等全國首創做法 展現台北市政府各局處聯手推廣高齡福祉的用心 我們展示出我們的對老人的關懷部分 包括我們所謂的那個所謂的那個廣池的一氧合一 就是在這邊長照的部分能照顧好的我們 我們銀髮族那這第一個部分 那另外第二部分我們有所謂的中高齡跟超高齡的 這樣的所謂這些人齡 能夠讓它一個有企業友善的認證 讓企業能夠重視我們這些銀髮族 這是第二部分 那第三部分我們當然看到我們的交通友善區域 這樣的規劃 我們就參照這樣新加坡的一個概念 然後做一個試辦的計畫 讓行李安全能夠更加安全 那最重要的但是我們還有敬勞卡 經常搞這部分我們適用的範圍也擴大了 場域也擴大了 讓老人能夠勇敢的走到戶外裡面 我們也109個景點來提供老人來使用 據統計台北市65歲以上長者佔人口比例 已經到22.5% 預估兩年後更可能出現 每四個人就有一人超過65歲 高齡者的需求也成為一股龐大的商機 像原本做線上旅遊諮詢規劃的業者 就進一步創立旅行社 將網路與實體做結合 希望提供銀髮族更全面多元且細緻的旅遊服務 因為我們最當初是透過輕鬆玩出健康 每天提供一個景點 讓長輩可以使用敬勞卡 輕鬆的就可以出門 所以他在線上了解了一些相關的銀髮友善景點以後 他到比較遠的地方 有時候長輩自駕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不方便 我們就透過我們的旅行車 他可以去中部南部 我們旅行車可以規劃大家們 去做一些樂活的親自旅遊行程 所以我們會從線上玩到線下 我們也辦了很多線下的 例如認識新朋友 銀髮小聚 螢光活動 這也是台北市政府參與高齡健康產業博覽會的目的 希望鼓勵更多企業加入 提供高齡者創新產品與服務 在兩年後就已經有四個人 一個人就是銀髮族 這銀髮經濟非常的 市場越來越大 這樣讓企業能夠來投入更多的清雪 更多的投入讓這樣銀髮的環境 能夠建制得更好更優秀 這樣 在知名舞蹈老師潘若迪帶動跳起機車舞下 整個台北主題館充滿活力與朝氣 台北市政府方面強調 將持續制定更完善高齡健康政策 同時鼓勵產業投入創新發展 一起為高齡者創造更美好幸福的未來 各式各樣的零錢包 證件套飲料提袋 這些精美的皮革小物 全都是新住民朋友們手工製作 中山區公所今年再度開辦皮革手作課程 邀請擁有30多年經驗的手工皮革老師 傳授皮革工藝技巧 學員也在課程中發揮了獨特的想法 並融合自身文化 讓每件作品都充滿了個性與魅力 主要是希望藉由這些皮革課 然後可以讓我們的新住民 除了可以認識新朋友走出來之外 也是希望發揮他們獨一無二的創意 然後可以學得一技之長 那經由這次我們活動 可以看到我們這次來上課的新移民朋友們 每個都有自己豐富的創造力 每個作品也都是獨一無二的 如果看了現場的作品 除了就知道他們不但可以成為未來的興趣 相信也是未來如果想要創業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門技能 那也歡迎各位新住民朋友 未來區公所如果有這相關的課程 也歡迎各位新住民朋友來參加 課程不僅豐富學員們的手作技能 也促進新住民朋友間的互動與交流 這些皮革作品不僅是實用的生活配件 更是文化交流與融合的象徵 展現了多元社區的魅力與活力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在講師的帶領下長者們使用八位原畫家 在手機上做畫 只要在螢幕上動動手指 就能畫出像是杯子 房子 荷包蛋等可愛圖案 由於許多長輩很久沒有畫畫 這樣用手機就可以隨時畫畫 不只有趣也相當療癒 我們老人家退休在家裡 每次的時候拿出來畫一畫也很不錯 我覺得很好 有我們里長真的是辦了我們很多課程 讓我們一些老人家退休的人在家裡面 再來上課 又可以學娘 又可以學到一些知識 我覺得很不錯 真的是很好 還要感謝里長 里長開的那些課程真的是 對我們社區那些老人很大的幫助 我覺得年輕有為就是有很多創意 因為以前畫圖很少在畫 現在有這個數位的畫圖教課 讓我們覺得很新鮮 很有趣 只要這邊有上數位的手機課 我都會來上 因為我覺得在我們課程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新鮮的 而且非常有趣的 因為以前從來沒有上過這樣的課程 來這邊認識好多朋友 而且這邊有都非常的親切 對我們都非常好 尤其是里長非常照顧我們 我們考量到這邊長輩的一些特性 所以除了可能大家常聽到的一些桌遊之外 就邀請社區長輩來幫大家上課 那另外我們也這邊很多臥虎長榮的長輩 也有這個軍光教退休的 甚至以前就是老師 所以我們也讓這些長輩 在他這個退休的生活裡面 也增加一些這個教學樂趣 所以也有人出來教中國節 教日文 教各種的特殊的才藝 那這個是長輩的部分 那另外我們自己的話 我們就是有導入我們以前的一些 那些專業人員 常照專業人員 比如說護理治療師 藥師 然後呼吸治療師 等等的這些專業課程 那另外比較特別的 因為也是目前比較熱門的 就是數位跟手機的課程 那我們除了有跟世大這邊合作 也有跟聚焦電腦合作之外呢 目前長輩比較喜歡就是里長自己本身 也有在帶長輩上手機課程 那教大家一些我們平常 譬如說像FB社群 然後LINE 群組社群的差別 甚至一些美圖秀秀 還有怎麼樣有效率的使用導航這個功能 其實平常對我們年輕人 駕心就熟的東西 我們就把它分享給長輩 然後並且每一次的課程 都讓他們不斷的不斷的複習 練習這樣子 由於莊里長本身具有社工背景 也曾擔任石頭湯社區整合照顧服務管理者 對長者服務與社區經營相當有經驗 擔任里長後更能透過里長的角色 主動發掘需要關懷照顧的長者 並擴大延續服務工作 我那時候是負責管理中正區的石頭湯 也就是社會局的一個社區整合照顧服務的業務 我希望這個東西是可以繼續延續的 並且更擴大經營 所以我就想說來投入這個角色 除了把我們以前會的帶進來之外 另外就是實現一些我們人民 就是對政府的一些期待 然後讓這些的民眾可以感受到說 真正的里長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那它可以為你帶來什麼樣的東西 原本早期在開發這邊的長照顧服務的時候 其實數量並不高 那從我出來選舉到選上之後 其實可以看到我們這邊的暗量是 這個非一樣成長的 對對對 就是我們主動挖掘了更多有需要的長備 而且可能過去他們聽不懂 他們也不願意去了解太多的這個長照的部分 我們也都透過里長這個角色 可以讓他們更知道說他們的權利在哪裡 那另外我們有個比較特別 就是我們提供很多的諮商服務 除了社工之外 那也有法律諮商一週會有兩次 然後也有跟這個我們交通大隊配合 有他的前大隊長李政光警官來做交通諮商 譬如說遇到一些罰單或者交通糾紛該怎麼處理 那另外我們也會有試情況 譬如說我們之前也有安排過要事諮詢等等的東西 那未來相信會更多這一類的 那我們也就是看這個里 大家希望它長成怎麼樣 那我們就把它導入更多可以讓它長更好的 這個要素進來 透過里長用心安排豐富多元的課程 不僅可以學習到各種知識 也增進彼此間的情感交流 讓新營里成為充滿溫馨活力的樂活社區 里長也希望長輩們都能走出家門 多多參與社區活動 讓飲法生活更加充實快樂 記者禮席會台北報導 為了把關網購商品的安全性 衛生局針對網路電商平台 抽驗販售的生鮮蔬果及食用鹽類產品 抽驗30件有6件不合格 其中蝦皮購物銷售的百合根、百合球和百合 重金屬葛、農藥殘留超標 放心出蔬果網、流連荔枝 檢出農藥殘留超標 PC Home購物網販售的法國葛紅的 天然海鹽重金屬生超標 好 那在檢驗結果的部分 那20件的生鮮蔬果類的食品當中 有兩件的這個生鮮水果 那是農藥超標 那分別是貴妃一荷包跟越南的乾腰流連 那另外有三件的生鮮百合產品 它分別是農藥跟農藥超標跟重金屬的一個超標 那另外在鹽巴的食用鹽類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總共有抽驗了十件 那其中有一件叫做 葛紅德天然海鹽的部分 那這一件是檢驗出這個重金屬生的一個超標 那總計這個三十件中有六件不合格 那不合格的比率高達這個20% 針對不符規定的產品 以令業者或移請所轄衛生局通知平台下架 不得販售 來源屬外縣市者以移請所轄衛生局採處 這幾件這個農藥超標的部分 它主要是違反了食安法第15條 第一項第五款的一個規定 那並且我們會依食安法的第44條 第一項第二款 那可以處這個責任業者 主要是6萬元以上 2億元以下的一個罰環 那另外在重金屬不符規定的一個部分 那主要是違反食安法的這個第17條的規定 那依據它的食安法第48條 那我們命令它限期改正 那如果不改正的話 我們可以處3萬元以上 跟300萬元以下的一個罰環 衛生局呼籲民眾在網路選購食品時 因慎選有信譽的平台與賣家 並確認網站有清楚明確的產品資訊 切勿買來源不明的產品 網路販售業者也應落實自主管理 販售合格產品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記者聯席會議台北報導 機房及非法機上和經銷商 強力查期 去查獲778台非法機上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和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處2年以下 徒刑合50萬元罰金 品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和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和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大家視頻 這裏 Joanne我幫你生他 然後打給朋友 然後你不用會親親家人 就會以為了真的是他這樣 有聲有影的網路影音 你眼睛所見真的為憑嗎 其實不然 中家寬屏萬象有線電視 來到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裡 教大家如何辨別假消息 從個案中挖掘蛛絲馬跡 更延伸舉例生活中的案例 如社群媒體訊息 好友轉發貼文 都可能有假的資訊隱藏在裡頭 今天我們看了講解之後就了解到 可以到查核中心去查證 這個對我們幫助很大 謝謝 很感謝我們能夠收到這種訊息 希望以後還是有這種機會 來接受這方面的訊息 非常深刻就是說 像那個館長的假訊息 我看過了 我是蠻相信的 結果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假的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以後不可以亂相信這種假訊息 很感謝 這個AI時代真的是假訊息太多了 人人都可以製造假訊息 這個讓一般人真的真假莫變 分不出來真假 但是我們今天聽了你們的講解之後 以後知道怎麼樣去查證 怎麼樣去了解 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假的 除了分享案例 使用工具辨別真假消息 講師也透過互動小遊戲 幫助民眾測試自己面對虛假訊息 有多少抵抗力 指南里張家南里長就提到 詐騙訊息充斥在你我生活中 提升大眾思辨能力 已是必要課題 今天這個課程呢 活動真的舉辦得非常好 因為我們老闆家也學到很多的觀念 就覺得說不要輕易地相信任何的假訊息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也接過很多老闆家 打電話給我們 跟我們求證 我覺得這方面真的很好 他們現在已經來到議事 然後就說 你們現在的假訊息真的非常地多 那今天又上了這個課 讓他們更知道說一些網路傳的東西 更不要去寫一下 因為以前是都電話詐騙 現在是網路的事實在也很流行 所以我覺得非常地好 我們會多提個不償這種活動 幫我們中家來學到 讓我們裡面能夠更了解這方面的信息 看到覺得可疑的訊息 做個謠言終結者 避免出法外也讓身邊朋友不受騙 可以透過訊息查核的官方網站或APP 幫忙檢視 了解資訊來源或向專家請教 都可以避免誤傳錯誤訊息 遏止謠言或不實訊息的傳播 中家分別媒體試圖 算了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請問郡台北報導 畫面上就是我富英峰電影特應會現場入口 許多慕名而來的觀眾 特別跟文化部長小野 一起來欣賞這個歷經八年製作而成的紀錄片電影 這部電影的監製 勢寬謙師傅與導演 浮昌峰製片王雅維 共同向觀眾分享這八年拍攝製作的點點滴滴 是寬謙師傅也提到 他對父親楊英峰的重新認識與了解 因為他的作品又是分佈全省 然後分佈全球 那這個如果是透過電影來拍攝 我覺得那個更可以把它連結得更好一些 而且我覺得電影的魅力實在不可思議 一個多鐘頭的時間就讓人家覺得好感動 或者覺得他有一點全面性的一種理解 我就覺得這個是可貴的 就是讓人家總是覺得容易記得 然後容易感動 他也容易再想要再去深入 又正好有那個展覽會 有他的大展 那如果搭配在一起的話 我覺得認識我們這位真的是台灣之光 的一位真的算是藝術大師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很值得去做 去努力的一件事情 只是沒有想到要花那麼長的時間 這個是始料未及啊 任何藝術家能夠通過一個紀錄片 能夠把它保留下來 除了他作品之外 還有他個人的生平 他的背景 透過一個紀錄片 能夠讓更多人看到 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尤其是這一次這個片子裡面的製片 跟導演都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很早就想來看了 但是因為時間上一直錯過 但是我告訴自己說一定要來看 而且他在戲院三片 我也希望他會有很好的票房 他是在台灣是一位非常特異的打藝術家 他有這樣的高度 可以比較具有現代精神的我想就是非他莫屬 這個片子拍了八年其實是因為楊老師的作品不只在台灣 散居全世界各地 所以我們團隊等於拍了五大洲 大概去了六個國家 十三個城市 拍他的作品 訪問他的好朋友 訪問他的學生 所以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一個狀況 例如我們那個朱銘老師就很不容易採訪到 因為他的恩師 所以他特別懷念這個楊老師對他的一些提拔 思想之前衛 散步之寡 他是戰後第一人 為什麼他能夠吸引全球 因為那都是精品的 都是上選上選的 如果沒有楊宁鋒 就沒有朱銘 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紀錄片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媒體 所謂紀錄片你要紀錄真實 可是真實卻不存在 我認為 所以真正的真實的存在 是被拍攝者跟你 跟攝影機之間的關係 那你怎麼去跟他對話 尋找到新的可能性 對觀眾來講新的一種可能性 我覺得紀錄片裡面最困難的部分 對對非常困難的 但是真的是需要蠻長的時間 所以為什麼八年 所以我要進入寬圈師傅的世界 也是需要很長的時間 對對對 那這裡面有很多重要的場景 現在非常難得看得到 比如說雲鋼石窟 影響楊老師一輩子最重要的地方 那現在可能大陸都不給拍了 我們拍的時候零下16度等等 所以我們都把這些精彩的畫面 跟藝術相關的這些作品 都呈現在大家面前 歡迎大家來看 文化部長小野與製作團隊 歡迎各界人士 共同透過電影 來認識這位創作力驚人的 台灣雕塑藝術大師 透過鏡頭 看見他傳奇的一生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臺北報導 親手親戴的頭 鞋花包 放在李生的頭上 家長將親手做的花冠 戴在李生頭上 象徵加冕智慧 緊接著幫李生背起背包 代表成年後 應兼負起對自己及社會的責任 這是內部區公所成年禮活動 一尋鼓禮佳冠儀式 再透過親子共同手作花藝等創意活動 希望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裡 給李生與家長滿滿的祝福 現在的家長也都很重視 小孩子每個成長過程的一些經歷 所以他們對成年禮也非常的重視 我們今年大部分就是給小朋友自己做手作 那跟家長一起合作 做一些手作的課程 讓他們從這個手作的過程之中 培養更親密的一個情感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一個想法 內服成年禮活動一推出 報名及秒殺 家長期盼給邁入成年的子女 一個開心的回憶 對於一生只有一次的成年禮活動 理生們也覺得很有意義 比如說帶小朋友做一個成年的一個見證 那他們兩個剛好也是雙胞胎 那今天也是同時考上大學 所以我想在人生的過程裡面 會是很好的一個記憶 很難得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因為人生只有一次 對 那今天這樣粉的粉體感收下來 都覺得安排得還不錯 在李生完成擁抱感恩禮後 家長們也將精心準備的傳承禮送給李生 其中有家長將自己學生時期讀的四書送給女兒 希望透過古人的智慧幫子女指引人生的方向 收到書本的女兒也開玩笑的說這個李有點重 那古人的智慧這是我們現代人萬萬不能跟得上的 所以我想千言萬語就透過這個四書來教導他人生路上 未來做人處事應該怎麼應用讓他自己去從中學習 就感覺很有意義 可是感覺有點太重了 不是說情感太重還是說書太重 書太重 除了新著名朋友帶來精彩的開場表演外 市議員王孝維 吳士正等人也出席成年禮活動 更以人生金句勉勵李生們積極開創自己的人生 第一件事情就是華麗的相對性絕對不能做 讓思考這個有沒有現行的華麗的問題 第二件事情社會的光環 社會的光環好不好 第三件事情良心過得起 如果這三件事情你都思考過了 我想你在人生的理事上 人生的空氣無足 一定要把握時間 想利用時間 做很多的事 因為你們跟黃仁勳 現在就有AI照顧 是一樣的 為什麼你們跟他一樣 因為他一天24小時 你一天也是24小時 可以想想看24小時 事實上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要有胸襟 要有氣度 因為成年人 以後的錢檢非常的遠大 那我常講 你的心胸大 任何事都是小事 如果你的心胸小 任何事都是大事 你做人的做事的方式就會不一樣 成年禮儀式結束後 內湖區公所還特別安排電競比賽 由李生與家長組隊打網球 親自攜手爭取勝利 過程溫馨有趣 內湖區公所方面期盼 透過這項活動祝福青少年朋友 允文允武 未來在各個領域都能發揮創意 展現熱情與活力 記者張綺藤台北報導 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盒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盒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支持影視產業 畫面上是基隆中原季的開燈儀式 上千盞的普渡公燈瞬間大放光明 象徵在農曆七月為好兄弟引路 到陽間來接受供奉 這項傳統儀式每年在農曆6月29號晚上舉行 府會貴賓雲集包括副市長邱佩玲 議長童子偉 輪值主譜的張廖簡姓宗親會理事長廖大明 主委張通榮及立法委員林佩祥王正旭 和基隆多位市議員等貴賓 大家都以恭敬虔誠的心 到處走一走 基隆今年的中原季非常熱鬧 我非常感謝溫暖光潔秋季郎大力支持 謝謝各位 今年是第170年了 非常謝謝張廖簡中心會 扮演今年最重要主谷談的角色 我覺得很感動的是 這是我第二年參加 第一年非常忐忑 第二年覺得回到自己的家一樣 那我覺得辦這樣的活動最重要的是 慎中追遠之外 其實多了一個慈悲和包容 慈悲跟包容還可以讓這個社會更祥和 那很希望今天是中原季的第一個活動的開始 也希望今天活動順利 也確保這一個月的活動都圓滿順利 帶給基隆人平安順利 也是我們基隆年度最重要的省事 我想為老大公開燈 為老大公為普渡 為這個兄弟們引路 我想讓大家平安健康 是我們基隆非常重要的文化 農曆這個7月1號這個中原季 也是我們國家第一號這個無形文化資產 也現在被列為交通部十二大重大慶典之一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文化傳承 我想對基隆人來說 非常重要的一個形式意義 希望大家都平安 臺灣平安 基隆平安 大家平安 開燈儀式後 還有精彩的祥詩憲瑞舞詩表演 並向觀眾群撒糖果 吸引民眾爭相拍照錄影 在市政府文化觀光局 和主樸的張料簡信宗慶會全力合作下 中原季的各項傳統慶典將陸續展開 保留百年祭典科儀之外 也帶領民眾來認識這項 傳承了170年中原季的慈悲精神 記者黃志生 陳淑平 基隆報導 基隆老大公廟開刊門 也就是俗稱開軌門的耐剎那 全場紀錄的攝影機和照相機拍個不停 今年國立8月4號 農曆7月初一 老大公廟舉行開刊門祭拜儀式 基隆中原季邁入第170年 由張料簡信宗慶會輪職主樸 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 以及基隆市議會議長佟子委裴濟 在金氏儀式後 老大公廟主委奉上開門鑰匙 由族譜的張料簡信宗慶會主委 也是前市長張通龍 寫下開刊門的時辰和姓名 緊接著就進行重要開刊門儀式 迎接老大公好兄弟到陽間接受供奉 也宣告長達一個月的 基隆中原季活動正式展開 老大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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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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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呢 會在我們 近年都會 共萬節電話當 人好的話當 都順順時時 邊邊 我們快快的路 因為你們 所以才可以讓基隆 在台灣變成這麼有名 今天看到昨天的開燈夜 到今天的開開門 都可以看到每一個參與者的 慎重跟尊重 我覺得對一件事情的淺誠 是最重要的 剛才我在事前 他們有告訴我說 一年也是二個月 十一個月好兄弟都在下面 這個月 因為大家的聖級妖雀 他們可以出來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大的功能 可以看到他們開心 我們每一個人都開心 也因為這樣的心 可以讓基隆有更好的傳統 讓整個社會更可惜 再一次謝謝所有參與 這次活動的每一個新型的工作者 包括我們媒體討論 謝謝大家 基隆有你的真好 謝謝 基隆 是一座海洋城市 四百年來 四百年來 許多國家造法 不同族群提名 這裡的人們來到台灣的第一站 就是我們基隆 基隆的先人們 面對外國發起的戰爭 和族群矛盾起的洩鬥 在這塊土地上 有著未知的命運還有虎人 這是我們過去的歷史 這些市區的先人就是老大公 我們懷著敬意還有感恩 希望藉由百年傳承的科儀祭典 與過去的歷史分解 農曆七月 我們好好款待過去市區的先人 也感謝這次中原族群的 張廖簡中心會 張廖簡中心會 把土耳莎將蝦解下去 基隆中原祭也是國家重要的 民俗祭典活動 重頭戲放水燈遊行活動 將在國立8月17號晚上7點舉行 當天晚上11點 在八斗紫望海巷施放水燈頭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總好遇上太陽公公出來了 他對對對我笑了笑 隨著音樂搖擺 年輕朋友們聚集在沙灘主舞台前方 隨著主持人的帶動 一起跳舞御動非常開心 更有自行玩起跳舞接龍的遊戲 暗上道路和店家前面同樣萬頭鑽洞非常熱鬧 主辦單位也用雷射投印在漆黑的山壁上 更是如夢似幻 這裡不是南部的墾丁 而是基隆的大五輪沙灘 因為著名的科夢坡丹和基隆市政府產發處 文化觀光局以及交通部觀光署北海岸 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特地在大五輪沙灘合辦 科夢坡丹夏日海灘派對活動 不但有沙灘派對 也有雷射表演和煙火施放 不論是沙灘或是岸上店家都是人潮湧動 特別吸引年輕族群前來共襄盛舉非常熱鬧 市長謝國良和市議員郭美秀 以及市府政策推廣大使楊寶貞等人 也特地到現場關心 受到大家的熱情歡迎 市長強調未來將會持續規劃辦理類似的活動 行銷極動發展觀光 市長強調未來將會持續規劃辦理類似的活動 甚至Cosmopolitan科夢坡丹 進行一個我們這樣子的海灘 跟一個這樣沙灘上的活動 那有市集 那也有很好的調酒 也有很棒的音樂 所以這個是很多都會的朋友 而且在雙北附近 喜歡到我們基隆 來歡度我們的一個很好的夏天海邊跟沙灘 未來這類的活動 我們也會辦得越多越好 讓更多的觀光客能夠到基隆來玩 晚上八點多 市長謝國良帶領市府產發處長 消防局長 警察局長 以及政策推廣大使楊寶貞 和市議員郭美秀 北官處長陳玉川等人 一起上台跟所有好朋友們打招呼後 隨即進行煙火釋放 璀璨的煙火照亮夜空 原本熱鬧人身頂飛的大五輪沙灘 瞬間安靜下來 因為所有人都在欣賞美麗的煙火 這一刻人與人之間沒有隔閡沒有煩惱 只有滿滿幸福的感覺 這一刻人與人之間沒有隔閡沒有煩惱 在隊友瓊石碑中華隊女藍國手陳玉捷助攻下議長同志偉運球如露無人之地投籃得分獲得大家的喝彩 2024第30屆基隆一信杯3對3鬥牛賽 8月3號在七堵民的國中熱鬧開打 那感謝大家來這個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參加這個比賽 我們希望可以藉由這個比賽 來這個 一方面以球會有一方面 藉由比賽來提升我們自己的球技讓我們更加的完美 那比賽是一個競爭 有競爭還有進步 剛剛我們這個執行長也有講 這個輸了 大家當成有放覺得不對的要當成講 不要打完以後再去抗議 那大家要有風度 這個比賽要有精子風度 人生就是一場比賽 包括議長同志偉和市長謝國良都先後到現場致議 肯定基隆一信的用心 也為參加3對3籃球賽 總共252隊的選手們加油打氣 雖然我的身高身材看不出來 可是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一信杯第四名 知道為什麼嗎 三打三就找一個高的跟你一隊就好了 要有人搶籃板 有人投籃準我負責洗球 所以一信杯獲勝的關鍵有很多 除了你個人的技術非常厲害 或是有很高的隊友 或是有很強的朋友 或是你們三個默契很好 也可以像我一樣 找兩個很棒的隊友 好不好 三打三是這樣子的精神 可是我當初其實是 非常熱愛籃球的一個小朋友 所以非常敬佩一信杯 可以辦30年 我今天本來想找我那時候的那個衣服出來 因為他每一年都發一件衣服T恤 可是真的說真的 這日子實在太久 好難找 找不到 但是我想要肯定一下一信 這樣子對我們一個籃球運動 長期的一個支持 你想想要一件事情要做30年 真的非常不容易 給主席跟副總一個掌聲好不好 非常感謝黃主席黃董事長對於我們籃球界的付出 國良未來跟林佩祥委員也預計引進SBL籃球隊進入到基隆來 能夠成為基隆在地的球隊 讓我們一起努力 讓籃球更好 讓基隆更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議長同志委 除了為參賽選手們摸彩之外 更和瓊斯杯中華隊女籃國手陳玉杰組隊 和明德國中校長徐仁兵 以及一信合作社副總林坤黃等人 一起下場打友誼賽 氣氛非常熱絡 瓊斯杯中華隊女籃國手陳玉杰 小時候就曾經來參加過一信杯三對三鬥牛賽 能夠再度獲邀參加非常開心 我第一次參加一信杯是在我國小三年級的時候 然後當時其實是沒有國中組 那我又是唯一一個就是跟著男生抱對的女生 所以當時我是覺得很新奇 然後也是我生涯第一個籃球杯賽 所以當時是還蠻認真看待 但雖然因為年紀差距 我們跟我的隊友們都是我的家人 對然後我們是以前輸的狀況 然後就是結束的那一年 但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棒的經歷 是因為我們很勇敢去挑戰自己 主辦單位也鼓勵青少年朋友借由鬥牛賽 能夠以求會友相互切磋球技 記者吳俊松 張志佳採訪報導 安樂區中山區多位市議員跟立委林佩祥 基隆辦公室秘書長沈一傳及安樂區多位里長 陪同市長謝國良會看這條連接到安樂市場的樂意路81項 由於這裡是買菜民眾的重要通道 但因為產權為私人所有 十多年來道路破損 排水不良的問題 讓地方很困擾 多年的問題終於有改善的機會 在多次會看下 市長謝國良帶領公務處排除萬難 結合里長議員共同協助 將盡速取得私人土地同意書 來進行路面重鋪改善工程 也獲得地方民眾和里長的大力肯定 這個安樂市場 附近的這些市場的道路 長期以來都凹凸不平 那不管是市場的民眾 在地的今天 大家都看到很多里長都到來 非常關心 那我們會 這個等一下工程的細節 再請陳耀川處長來跟大家說明 我們今年的鋪路預算相當充足 連追加預算一共有兩億新台幣以上 所以我們會把路鋪平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市府應該做 而且要做的一個工作 我們的預算充足一定可以把這些工作做得足夠好 來跟大家報告 有關於熱業路81巷的這個 現有巷道的一個鋪路 因為它這個現有巷道是屬於 之前已經有指定過建築縣的 現有私人的道路 那我們在取得 土地同意書之 我們早一天 就是安樂市場這邊 禮拜一休息的時候 我們早一天來 來進行一個整個跑步重出 那預計是在兩個月之內 可以把它跑步重出完畢 這條巷道 私人道路 之前十幾年都沒有辦法去鋪設 去重設 也感謝小愛爸爸 他這次真的是有心來會堪的已經三次了 這次決定 就是一定只要取得土地所有全人同意 我們就可以重新鋪路了 這也是這邊的住戶的希望 市長謝國良強調 今年的鋪路預算 有兩億元以上相當充足 市府會積極傾聽民意 把道路鋪平 來維護人車的通行安全 記者黃聚生陳淑萍 基隆報導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市長謝國良 以及立委林沛祥和市議員 藍敏黃曾紀言 郭美秀秦珍及宋偉莉等人 一起享用仁愛市場裡面 五名麵館著名的男子和蚵仔蓋飯和女神蝦扯蛋等美食小吃大聲稱讚 朱立倫本人也非常喜歡吃仁愛市場一樓賣的鹹湯圓 和市長謝國良立委林沛祥以及議員們一起力推仁愛市場裡面的美食小吃 同時宣講市政建設成果 包括為仁愛市場 爭取冷氣設備改善經費 中山區大慶大城社區道路重鋪等等 而雖然吃得很開心 但是謝國良和朱立倫還沒抵達仁愛市場的時候 罷免拆糧的團體和反罷免挺善良的團體 兩邊人馬就已經在一樓舉牌卡位互嗆 幸好在警方調節勸一下沒有發生衝突 因此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和市長謝國良 除了回應議長同志委的抗議 特地把媒體聯訪區更換位置之外 也希望所有團體要用理性和平的方式來表達自身的訴求 不要把更多的仇恨建築在這有愛的城市之上 更呼籲大家在未來可預見的投票 一定要站出來投下不同意票 在國良的代理之下 把基隆的這些美食 基隆的這些美好的地方不斷的推展出去 那仁愛市場我跟國良已經來一次過好多次了 那特別今天再一次來 那我也希望所有的基隆的好朋友 看到我們基隆是一個充滿愛 充滿友善環境 甚至說這是一個最和平的地方 那我們希望大家用這樣的心情來支持基隆 來愛基隆 那同樣的我們對市長應該要肯定 不要用任何的惡意 用罷免的方式造成基隆人的一些困擾 這是我們的共同的心情 非常謝謝我們的朱立倫主席 今天來到基隆力挺國良 而且用具體的行動來支持基隆的發展 並且推廣我們基隆的美食 這兩天我們看到了很多跟蹤 騷擾尾隨 但是我們越來越看不到 國良不適任的討論跟理由 然後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人格攻擊 而不是在為所謂的市長適不適任 進行深入的討論 那我想來跟大家報告 我覺得基隆的市民是良善的 並不喜歡看到這些負面的攻擊 那我們在這邊也呼籲所有的團體 用理性和平的方式來表達自身的訴求 那不要再把更多的仇恨 建築在基隆這個有愛的城市之上 第二點我們也還要再次的呼籲大家 在未來可預見的投票 一定要站出來投下不同意票 我想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這一次的基隆罷免投票 不只是關心到基隆 更關心到台灣整個政局的未來 假如這一次的罷免案通過 國良不幸被罷免 那我們相信在明年2月1號開始 一定有所謂的大罷免槽 也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立法委員即將被罷免 而這我相信絕對不是台灣民眾所樂見的 所以我呼籲大家在未來的投票 一定要站出來用實際的行動 來表達希望台灣的政局穩定 投下不同意罷免這一票 讓我們的城市充滿愛 而不是用仇恨來堆疊這個城市的未來 謝謝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和市長謝國良 立委林沛祥等人 除了開心的和無名麵店老闆合影留念之外 也和現場吃小吃的民眾握手寒暄 更多人也為市長謝國良加油打氣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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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軍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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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莫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莫莫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罪重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Nokojan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Nokojan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烤照 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用热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破坏水 可又有在试炭屋市真正安 不得人是最后一年 突然的чно ready 这一番火举头 有机会认识到